OK,今天教你怎样子 clock in 你们的员工 或者是说员工要punch card 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去这个time attendance 然后打员工的密码 或者员工只是输入他的密码 然后 in 就是clock in 的时候 and then done 如果 out 按多一次,and then out 就很简单而已 然后你可能会问说 如果我要加员工的这个密码 就是加新的员工 可能我有请到新的员工 我要这样子做呢? 就去这个hold button 首先你要log in 这个post system 然后我们去这个user 这边,add new OK,for example我刚刚加一个叫 Jeff的名字 他的密码你自己打进去 Security code呢,其实你是可以blank的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员工 来讲,普通员工 他是blank的,当然如果他是supervisor 你可以放他自己的security code 如果他是supervisor 老板级 通常我们现在讲的是员工 然后员工呢 有很多种嘛 他有supervisor,他有cashor,他有waiter 甚至是可能他是一个 或者是你要加一个新的股东 所以我们这边都可以选择 他ideal他是supervisor 他还是,还是他是 一个casual 或者是supervisor 你自己选择 打一个比方这个Jeff是supervisor 就选择他是supervisor 好了之后我就儲存 就可以了 现在如果Jeff他要log in 的话,这边其实有一个 啊,这个 怎么讲,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时钟的这一个 啊,icon啊,你click一下去 OK 我就key in Jeff的密码 当然是员工自己key in 然后,in 所以 Jeff就进来了咯 看到吗 如果他出的时候 一样的方式 out 就这样而已 当然你可以去 display 那些report 就是在report这个地方 你可以查一下他的attendant 他这一个月 或者这个星期 他一共来了多少 你的stuff的这些attendance record咯 一共多少个小时啊 多少个minute啊,hour啊 全部他都可以算得到 这些全部都可以算得到的 然后你也是可以 呃,display 你的report as a pdf 或者是 啊,excel都可以